父母亲的子女的爱 男女的欲爱 对世间名利的欲爱 你一定要记住 凡是有相接受希望 常常观想火葬场的那个时刻 一定要这样子观想 一定要用正确的眼光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用火化关火烧 在阿含经里面讲 凡是所爱的东西 你一定要观想放一把火烧掉 你最爱的名牌 放一把火烧掉是什么 焦黑啊 没有名牌啊 你那个爱人啊 使得以后放一把火烧掉 变成骨灰啊 所以这个爱意啊 就慢慢慢慢的干枯 生死就会了 你就有办法解决 所以这个 多少年轻人写信来 问师父 他说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断这个情 真的不知道如何断这个欲 我通通知道事大无我 知道不尽管苦关空关 可是遇到那个欲 就是没责 就是没有办法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啊 那个 他爸爸妈妈 有一天啊 往生了 车祸同时往生 很难过 非常难过 来到师父啊 这里啊 我就告诉他 你七七四十九天啊 要好好的做功德啊 怎么样 吃素啊 可以吗 可以 做功德行不行行 那你看你们的经济能力了 我们初见人 不跟人家谈这个 看来 那怎么做功德啊 硬经典啊 最后 七七四十九天 要断言 他一听到这个 师父 没有办法 父母亲死了 四十九天断言 年轻人说 哦 师父 这个没有办法 我说你很老实 你很诚实的人 你非常的诚实 你面对自己的爱意 仍然敢勇于 说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爱 他需要时间 克制一下 时间 慢慢慢慢 为什么 他出家 有这个好处 他就是 今年不碰 明年不碰 三年 五年 十年 他就慢慢慢慢 他就会淡 所以现在啊 诸位啊 没有男女关系的人 是胡报很大的 那如果你这个家庭啊 为了维护这个家庭啊 那么不要观想 这是乐事 要观想 如同皆辣 就像吃这个蜡烛一样 索然无味 我只是应付一下 我只是应付 我的这个老婆 或者是应付一下 我的老公 这个是很重要的心态 不是因为 起乐而在一起 这个佛教里面观想 是为了我的责任 我为了我的家庭 我不得不这样做 诸位 修行是心法 要不然的话 就麻烦大了 很多 搞到最后就会离婚 像受菩萨界的人 一下子 我要断这个爱意 受菩萨界 问的人最多是什么问题 最多的问题就是说 师父啊 我受菩萨界 我的媳妇 我的媳妇 怎么样 生啊 生孙子了 那我现在怎么办 我要煮婚给他吃啊 问最多的就是这个 我女儿啊 生了以后啊 回到我的家 他刚刚 刚刚说怎么样 这个 一两个月以内啊 要做叶子啊 你看这个问题啊 他还受菩萨界 他是很苦劳 我很苦劳 这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告诉他 现在有这种情形 我指引你 建议你 去那个做叶子中心 对不对 你用什么给我 你要吃 用什么给我 谁负 台湾有这个 做叶子中心 知道吗 谁负是 不关我的事情 我只付钱就好 这个有一点 逃避这个英国的法力啊 但是也很无奈 所以这个受菩萨界的 问的这个问题 是天天问 年年问 每一个月都问 人人问 这样问不算 就是一直问这个问题 你说菩萨界 我可以单道之路 跟人家 煮车 没问题 这个英国我来挑啊 是不是 我什么时候 也没有这样讲 台湾的佛教 为了这个事情 比丘跟比丘 分成两派 有一些在家居士 去受菩萨界 这一群的法师 就告诉他 为了家庭盈满 你一定要开源 要煮给女儿吃 煮婚了 你受菩萨界 可以煮 也可以怎么样 煮给媳妇吃 不打紧 佛法 诗法 出诗法 本来无二法 这个比丘讲的 居士讲的实在 也很有道理啊 另外一群的比丘 居士又受接了 也跟这一派的 就持戒非常惊艳 你今天你既然来受菩萨界 临死不犯戒 知道吗 啊 借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一心持境戒 啊 借债 人债 借亡 人亡 哦 你说到那样 那也是文语的 这样 持 再来听这个法师讲 还是开源好 再来听这一群 居士讲 还是持戒好 还是不要煮 反正你走 我告诉你啊 这个问题啊 问到啊 这个法师啊 这个法师指我啊 很烦 太多了 重复又重复 今天问 明天问 今年问 明年问 每天都问 哦 我以后要写一份 一行片付 就是我这一封信 有问这个问题 通通寄出去 哎 对不对 自己想办法 对不对 做一个比丘的 随便便便便 就讲 你一定吃吗 一定吃 家庭分裂啊 我不就是不足给你吃啊 媳妇 或者是女儿 那怎么办 那做叶子啊 那时候我建议 他去做叶子中心啊 我没有罪啊 你出钱就好 你观想出钱是给他去吃素的 你问好你吃啥 仗我没关 不然真的没有办法解答 是不是 啊 所以这个要自己衡量 如果说 啊 我真的是 受菩萨戒 煮给媳妇 或者是 啊 这个这个 啊 不煮给媳妇吃 家庭不严满 不煮给女儿吃 家庭也不严满 老公也生气 这个闹到婚姻快离婚了 就这样 不变了 你以为法师红包好收哦 好难啊 很难啊 这个 你请任何一个法师来 他根本就不会回答 你回答这个 也是死路一条 你回答这个 也是死路一条 你根本没有办法回答嘛 不然到底是要煮还是不煮 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告诉我 就要跟他做伯父呀 没有为啥 为了家庭严满也对啊 要不能离婚啊 真的很严重的 你不晓得那种 很严重的这个家庭 因为主术时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有时候碰到那个 不讲道理的 不是你想象的 可怕是很可怕的 真的离婚都有可能 看你要慈悸 还是要用菩萨的心肠 圆满整个家庭 对不对 就后面就是要记住智慧的 所以师父已经讲过了 法无定法 有时候佛教的智慧跟慈悲 真的没有办法解决 为什么 因为他有时空性的不同 时间跟空间性的不同 所以这个叫法无定法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师父的苦衷 所以 可以 作为 敌人